其實我那時候當兵的時候 就學日文嘛 一心想去日本工作或認識 那時候我們很喜歡日本妹妹嘛 對不對 那就自己無私自通就學日文 那後來就去日本 代理巡舍上班到日本帶團 帶團的同時 那時候賺錢賺得比較優渡一點 比業務員好 那姻緣際會就跟櫃檯 大阪那邊櫃檯的認識 日本航空公司櫃檯 小姐就認識 他們會講中文 我們日文也普通 那也因為這樣就談戀愛 跟那個在機場辦 check-in 那個櫃檯 大阪那邊的櫃檯 機場之戀 我們那個爛日文 然後講 我們不是什麼多帥 都會講笑話 很奇怪的一些日文 他們覺得很好笑 然後就戀愛 戀愛的同時 就是覺得一心也想說 拿日本護照也不錯 我在那時候 年輕的時候 那也聽說很溫柔 大家都很羨慕 取日本太太 阿信的故事對不對 所以就跟他交往認識 也算是還算感情都不錯 在沒有帶團的同時 我就會去住他們家 日本一戶建 變成入木之冰了 因為對我來說 我比較獨立 東奔西跑 從年輕到現在 都一個人來得去去的 住他家也沒有不好 父母人也很親和親善 可是久而久之 我就發現有兩個問題 我就想跟他分手 畢竟那時候我還年輕 但不是因為年輕就沒有珍惜 自己的這個感情 也不是 沒有買房子 沒有賺到很多的錢 談什麼結婚 只是說在日本 我想日本長期生活也不錯 但是有兩個原因 想跟他分手 可是我一直不敢跟他講 到分手的時候 他還是不知道 我就說我們不適合 我們個性不合 我們分手吧 他就很傷心 就情緒比較高昂一點 甚至於揚言要自殺 他媽媽說 你死相危險 他媽媽說你快來 他想不開了 甚至於說你不來的話 他可能就跳下來等等的 這真實的 然後甚至於我不在的時候 他說他要去寺廟出家了 等等的 我那時候剛退伍 又要這種事 出家是OK 因為我們現在 理由常常會去他們寺廟 都會碰到 你想到他頭髮被踢掉 覺得很不捨 又出現了 搞不好現在變住持了 不是 搞不好 那我來供養 你還是供養 然後他就帶團 參觀我的前女友 什麼 要怎麼這麼改靈的故事 你們自己改靈 後來真的是沒有辦法在一起 因為兩個原因 我必須要跟大家實話 實說就是 他的爸爸是黑社會的 那我不會介意黑不黑社會 但是我總是有點擔心 OK 第二件事 我也不敢講 三口組還是駐集會 應該是三叉組的啦 那不是重點了 因為三口組比較大尾 不是 那個說其次 OK 第二個就是他有個 牙齒有個駐牙的問題 我最害怕女孩子牙齒有味道 那就去用就好了 這哪是問題 他怕痛就不用 我又不敢講說 你嘴巴有味道 一直壓抑 壓抑 壓抑 你知道嗎 這個不行 那個很嚴 那個就不行 長得漂漂亮亮 牙齒不行 你知道嗎 可能日本的此刻 可能會不會費用太高 我也不清楚 九二九十就不想跟他在一起了 講話都有味道嗎 講話都會有味道 有有 有 這個真的是 那個某一顆牙齒 那我受不了 這樣長期下去 我怎麼受得了 那他因為是好像 跟我上班的 那你就把自己也弄成蛀牙 給他吃飯 你怎麼 心過來 心過去 我可不可以好好講故事 讓他瞭解你的痛苦 不是 可是你這樣 也不是很愛他 不是 可是你應該要跟他說 我覺得這個 對 而且我很在意 那你要不要改善 不然我真的沒有辦法 那時候年輕 那據少離多 安全感 彼此也不夠 應該很多其他因素 應該是有其他因素 那很單純 年輕的時候就很單純 然後他本身航空公司上班 他飛臺灣機票很便宜 也來來去去 後來我想說不要在一起 就漸漸的疏遠 疏遠之後 他就很多的花招就出現了 花招 我就是一哭二鬧三上吊 之類的東西都會出現 那有一次在路上還被他碰到 在路上被他碰 真巧 已經分開一段時間了 被他碰到 還被他打一巴掌 我覺得很莫名其妙 我那時候也沒跟別人 怎樣怎樣的 只是想分開而已 就被打一巴掌 對我來說 一個downtil的年輕人 是覺得很莫名 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你就說你打錯了 我是謝雲錦 不是 這個好笑 你認錯人了 後來就漸漸的疏遠 我覺得還好 可是我代常有到北海道 有到東京 知道吧 已經兩三個月 我覺得應該 彼此應該淡下來了 有一次在飯店 在跟客人分 分搜集的時候 他突然出現在遠處 跟你這樣微笑 我又不知道他哪邊的消息 知道我在那邊會出現 那我只好怎麼辦 也不能丟下他 因為我不是一個狠心的人 不能不理他 不能不處理他 我就帶著他一起上團 他說我女朋友 跟我一起來旅遊 因為公司就要體諒的 因為他是有這種傾向 然後又醉在一起了 雖然其實沒關係 可是我有一個叫做 情緒性的陽尾 我懂了 整個都是印不起來的 那四天三夜 那他那時候牙齒好了嗎 那已經不是重點了 我很想問這個 你情緒性的陽尾 是因為牙齒味道的對話嗎 不是 之前他有太多的動作 讓我已經印不起來了 但我覺得 再怎麼都是我們不好 千錯萬錯都是我們不好 應該去溝通 應該去再提升 再做一個改變 那你就沒有碰他 他不會覺得怪嗎 對啊 就起不來嘛 那你就是 我講崔溫老師 好好地給你諮商 那個就是 情緒性 所以夫妻吵架超久了 我跟你講或是有這種衝動 有爭執 而且那時候這麼年輕 那真的我病症很嚴重 我老實講 那是 那生理應該是不自覺 其實會有反應的 肉身是沒問題的 靈魂出了狀況 對 沒錯 所以我們說 性愛是視覺 觸覺 聽覺 對 跟嗅覺的視覺的提升 那個整個感覺就已經 它還是很漂亮 很美 沒辦法 希望快點結束 快點回臺灣這樣 對 不能夠兩個人在親密的時候 跟你說 你那肥子高嗎 那你說你自己也被人家說成是恐怖青人 為什麼 對 因為我曾經在帶團 剛開始我是帶大陸團 在三十年前的時候 帶大陸團獲利蠻高的 可是一去就是十三天 十五天 什麼長江三峽 什麼五十三分 那是有班機嫂 那因為 因為被愛嚇到了 所以選擇去愛一個人 所以被愛跟愛一個人 是不同的感受 就愛上了一個女孩子 她本身也剛剛失戀當中 所以我覺得對她來說 她很陽光 比之前的不太一樣 就相愛了 但為了工作 我就帶團出去 那她跟她前男友 似乎有藕斷失聯的這種跡象 聽說她的床頭有一幅畫 是她男朋友畫給她的 是後來她姐妹告訴我的 你沒事把你床頭放你前男友的照片 畫像幹什麼 我就覺得怪怪的了 後來就長江三峽十三天的時候 ok 除了賺點小錢之外 到機場就先買好了他要的 臺灣機場就先買好他要的那個化妝品 香水等等的口紅 這基本的東西嘛 對 然後在路上 第十一天的時候 那時候不是沒有大哥帶 BB Call也用不了 總是一有機會就打電話 然後跟她講幾句話 這是基本的嘛 戀愛中的 在幹嘛 下班沒有啊 注意安全 有心話我講一點點 後來第十一天發現找不到人 晚上 我就一直找電話 在飯店一直接電話 那電話轉得很貴 一直轉 一小時打一次 一小時打一次 打到十二點 她姐妹都快瘋了 四姐妹 她還沒有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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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第二天又再找電話 每天帶團就找電話 那不是隨便就打電話 又有機會 餐廳 餐廳就整個人封掉了 零零八八八八 轉弄號碼 後來第二天的中午一點 才到達他 他回到家了 正好是假日回家 假日回家 經過了研判 不好意思 恐怖情人嘛 應該是跟別人退房回去了 十二點嘛 回到家大概一點 你是恐怖情人 我必須自首 每個人都有這個過程 成長的過程 談戀愛的過程都會有 後來回去之後 我是不想 捨不得分手 可是又礙於面子 他跟台灣話在賭籃 他也不爽 知道嗎 你現在找我 看我對家人沒面子 就算我做了什麼事 你也不需要一直一小時打電話來 讓我家人沒面子 讓我覺得很沒面子 他就主動要求分手 那我就還是把他 蓋給他的禮物送給他 但心裡頭還是很痛 搜尋命運好好玩